好了 主播康瑞颱風是越來越逼近台灣 不排除將在31日下午登陸 房台戒備農民可說是相當謹慎 雲林林內有木瓜農一大早忙著搶收包裝 早早收成要把風雨傷害降到最低 來聽聽農民說法 會煩惱 煩惱喔 幾天都不睡覺喔 還有什麼收 今天有特別雞派人來收 有啊 有啊 比較快會再收 是 房台來就有什麼 本來它會怎麼樣 大家是 木瓜農相當擔心 因為上一次山土兒颱風也導致木瓜農損 木瓜怕風又怕雨 如果會全部爛掉心血泡湯 而木瓜田也在颱風逼近前出現異象 有一堆蚯蚓在地面上鑽來鑽去 讓農民嘖嘖撐起喔 而這回康瑞颱風氣象所預估 雲林以南及台東共十個縣市 暴風侵襲率達百分之百 對盛防強風帶來的威脅喔 那麼以上是為您掌握的最新情形 將時間盡頭交換棚內 往前 不是很快 我們可以 就